耶耶耶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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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是七七 欸珍珠奶茶你們看完覺得如何 欸我覺得這齁 像這種比較突兀的顏色跟這種 我們改的方式啊 我發現那個底下的留言啊 我覺得那個 分歧都很大啊 就是大家都覺得 覺得好看的有 然後覺得不好看的也蠻多的 反正我是覺得要挑戰一下 顯現出我們的瘋狂 一台好好的百萬名車 我們媽照玩 雖然現在很便宜了對不對 還有人說啊怎麼不改水泥色 殊不知水泥色我們已經玩到不想玩了 奧迪S5V880次要多少錢 大概五六千塊吧 欸對齁我們等一下抽這個 欸我還要幫人家講一下 這叫卡西提好不好 在畫面的 右手邊 有它的LOGO 卡西提汽車精品 上面 是我跟我老婆的粉絲專頁 好不好追蹤一下 一代馬六2.3很棒啊 一代馬六就是2.3啊 四速五速都好啦 那五速當然是最好 可是那個車其實年紀到了齁 還是問題蠻多 可是我覺得齁我們開了 我已經開了大概三年的直播了 那所有的話都一講再講 其實有時候很多人會問我說 小四哥我要去跟人家自售買一台老車 請問我該注意什麼 那其實我覺得 我再講一次 老車你要注意 你回來要花多少錢 這才是重點 有多少的肉油 有多少的耗材 賣你的人看起來顧不顧車 我覺得這些都是你買老車該注意的東西 而且買老車記得一定要試開 一定要頂起來檢查 你像我們店裡面都有頂高機啊 你要看很多 很多客人會來會看啊 會頂起來看啊 我們又不怕你看 當廣播在聽 欸我也在想 現在很流行什麼podcast 嘿 剛好緊優談 其實我們阿呆也有跟我講過 現在那個 我覺得現在的那個 平台太多了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齁 每天我光回粉絲頁的問題 我就回不完了 老媽又IG又什麼 我又Youtube什麼 我真的 搞什麼傻笑欸 對一個 有回的人來講 齁又有 又有新的平台在那邊弄 我真的是 就阿扎欸你知道嗎 幹我真的覺得那個平台真的太多了 最近要考駕照 考完就要買 要全額帶 要準備什麼 上來跟我買 欸啊好 我順便回答一下好了 好不好 全額帶這個部分 其實也有很多人問我說 小思哥 車子可不可以全額帶 哪一台 我要買哪台車可以全額帶齁 我給大家一個 觀念好了 如果你不是薪水特別高的話 我們假設是一個 大家 比較普遍的薪資 比如說 三萬多塊的這種薪水 齁 那你如果想要全額帶 可以 第一個 要件 車不能太舊 車不能太舊 我覺得會在 十年之內 比較有機會 然後第二個是說 你當然 你本身 你必須要有 銀行的一個 進出紀錄 我先講信用收支狀況 跟你不能有信用瑕疵 我等一下跟大家深入解釋 好吧 今天就來講貸款好了 再來第三個就是 你貸款的這個 金額啊 總金額不能太高 那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在 三十萬左右 齁 應該都比較有機會 那第四個是 你不能買冷門車 齁 你不能買冷門車 但是呢你如果要冷門車 有一個機會 全額帶就是 銀行認定的價值 超過於市場的價值 我在講一面 銀行他 怎麼去斷定 哪一台車 幾年 可以借多少錢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 一本書可以參考 叫做權威齁 那是銀行的參考資料 所以很多以前齁 很多人拿權威以為 誤以為說 這就是 中股車市場上的行情 不是 權威其實是 銀行認定價值的 一個參考工具 它並不代表 真的市場交易的行情 所以呢 就會有一個機會 機會什麼 那一本書寫的金額 高過於你 實際買到的金額 齁 高過於市場 真正買到的金額 那這個時候 全額帶的機會 就會大大的提升 好不好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這個 什麼 信用狀況要怎麼樣 怎麼樣叫信用好 其實你想要一個 最簡單的就是 你要跟銀行借錢 你一定要 有東西給他看 比如說 最基本的就是 薪資的轉帳的證明 超過三個月以上 齁 有的要求是半年以上 的薪資轉帳的證明 在那個 存款簿嘛 進出的紀錄 他會去看 你領三萬五 齁 五號領三萬五 幹六號媽的 已經剩下五千了 呵呵呵呵 看 月光族 那他會覺得你還不起嘛 他每個月這樣看 怎麼你每個月 五號才領三萬五 六號那媽都剩五千 剩八千 那他就會認定說 你有很多這個 不知名的開銷 那他就當然 他認定你的還款能力 就很弱了 反正你第一個 你要存款簿新轉 那有勞健保是最好 那公司的年資 當然 越久是越好 那公司的這個規模 當然也是越大是越好 不過沒有也都沒關係 只要基本一般水平 沒有超過半年以上進出紀錄 而且裡面還有剩一點點的余額 基本上你要借到二三十萬 不是困難的事情 齁 那大概的算法 你三萬五大概可以 除以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會是你可以繳的月繳款 齁 也就是說你月繳款 銀行願意你領三萬五 你如果沒有特別的開銷的話 銀行會認定借一萬元以內的月付款 就是讓你還款一萬元以內 他們是可以接受的 那所謂說小白 人家講說 啊我沒有用信用卡 沒辦過 齁 那其實坦白說 沒有辦過信用卡 並不是一個 完全的 可以拿來做依據的一個東西 你沒有辦過信用卡 結果你家人愛路有三棟房 我習慣用現金啊 對不對 他也是借你嘛 對不對 齁所以其實信用卡不是最最主要 但是當你的 其他的地方的分數不高的時候 當然你有辦了 你有信用卡 不管額度多少 然後你有使用 而且你每一期都是繳輕的 沒有再 呃使用到 循環利息 齁那慢慢 當然他會有一些佐證說 欸 你這個人的信用狀況很好 齁也會提升你的分數 那有些人說 欸小師那我領現金的怎麼辦 那我就說 好啊 那領現金沒關係 你做地攤擺地攤 好賣精品什麼 都沒有關係 你領現金 好工地領現金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無論你領了錢 你一定要先存到你的戶頭裡面 齁不管你領多少錢 存了拿出來用沒關係 但你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很簡單嘛 你跟我說你沒有用信用卡 然後你都領現金 齁你雖然沒有負債 問題是銀行也看不出你有賺錢 你要跟人家借錢 那跟我們要去跟朋友借錢一樣 那朋友也會看說 欸啊你還不還得起 對不對 你信用狀況怎樣 你跟我的關係怎麼樣 我在考慮要不要借你三萬塊 對不對 朋友之間也是這樣嘛 那更何況銀行 他不認識你 齁他風險很高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些資料給他 做一個證明說 啊我是還得起 我有能力還得起 基本上都不會有 太多的問題 車代有配合融資公司 齁什麼育融合論對不對 貸款的部分啊 其實有乘坐貸款的銀行沒有幾間齁 我們大多 比如說一些呃台新銀行 好像有車貸 然後這個三信商銀有車貸 新展銀行有車貸 齁反正沒幾間啦 我記得 了不起四五間而已齁 正統的銀行的車貸 有車貸的部門 那他的利息就會比較低 齁他就會比較低 因爲什麼 啊我自己就是放款的嘛 對不對 但是有一些銀行齁 齁他不想自己成立這個車貸的部門 或者是他覺得這一塊餅太小 他也不是很想吃 那他就會變成委外 委外誰 委外融資公司 委外融資公司去幫他出去跑客戶 這樣子銀行他自己就不用成立一個部門 然後出去拉業務齁 齁然後養這些人 對不對 他就把整個車貸的部分 外包到外面的融資公司 由這個融資公司出去跑業務 然後把整合的權利丟回給銀行齁 齁然後再撥款給你 但是這樣就會怎樣 利息比較高 為什麼 啊這個融資公司要賺一手嘛 對不對 他們要賺錢 不然他成立這個融資公司 等間銀行業務幹嘛 齁 等於是這個大盤跟中盤的概念 那當然現在也有一些 比較大的融資公司 像剛剛講什麼育融什麼 那算已經算是在 在車界比較有規模 什麼中租啊 那種比較講得出名字 這種比較有規模的融資公司 那他們也有自己的放款 可是呢 融資公司的利息一定會比銀行還要高 好不好 這是肯定的 現在所有的 不管新車 中股車的利 那個貸款 車貸的利息 最低一定都是正統銀行 一定都是正統銀行 那像現在有一些新車公司 你買新車的貸款 他們新車公司本身自己 就有放款 有一些還有這樣子 那會搭配他們一些促銷的活動 那利率上面就 就會有高高低低不一樣 那以中股車來講 銀行的分期一定是最便宜的 但是呢 銀行的審核一定是最嚴格的 銀行的審核一定是最嚴格的 然後呢 有一些年份太舊的車 銀行也不接 通常齁 銀行會承接大約會在 我覺得會在7年以內 會比較容易過見 你如果超過7年以上的車 或者是你的條件 並不是非常的 好的狀況之下 那可能都要尋求融資公司 那以往說的齁 融資都8%起跳 現在融資公司 我看是大概都在5.5%起跳 最低的融資公司 應該是5.5%起跳 我據我所知大概是這樣 那以二手車來講 銀行體系的二手車的利率 大概都在3%起跳 3%起跳 好不好 這個就是這個融資 啊當然還有一些更小的融資公司 有可能是一些嗎 錢莊啊 什麼那個 現在錢莊也都會用融資公司的名義 去登記 對不對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好不好 以前齁 有那種網路上廣告說 全額貸款 有沒有 免投款 全額貸 以前全額貸最容易發生一件事是什麼 我剛剛講了 銀行通常齁 能全額貸的機率比較 會比較困難 比如說你買一台車30萬 結果銀行呢 只願意帶你20萬 是不是只差 你還差10萬 你想全額貸 然後有的車 以前有的車行齁 就會帶你去錢莊借 不過通常10萬錢莊比較難借 通常錢莊在5萬內 反正就是 媽的就是 臭到讓你全額貸就對了啦 齁那我都不建議這樣做啦 因為你如果買一台車 買到全額貸 然後 我的經驗是你會 比較難還得起 所以你們在網路上面看一些 行銷的廣告 你們還是得要注意啦 買車還是要留一點錢啦 不然車買了沒錢 把馬子 搞屁啊 買車就是要載去哪 結果 其實一次付金會是最好的嗎 我倒覺得不一定 坦白說 應該要看你的經濟狀況 如果是我齁 媽啊現在銀行利息那麼低 不借白不借 欸你知道銀行現在利息真的很低 我 我是不是我進入這個行業 我當初進入這個行業 我是不是說我因為買車被騙對不對 你知道我買那台車 貸款利息多少嗎 18% 齁我出社會那時候買第一台 K8 齁除了車撞過以外 車台歪掉以外 修不完以外 那台車我的貸款利息18% 你知道我賣車還不夠還利息 我賣車還不夠還車款 我還貼 到最後我不修把它賣掉我還貼錢 那些很恐怖的啦 以前齁 20%以內都沒有違法啦 所以以前最緊繃就是20%啦 以前辦車代最緊繃20% 不是 不是說借不借的下去 我那個年代 沒有那麼透明 真的沒有那麼透明 我那個年代真的沒有那麼透明 啊我們人齁 又老實 傻傻的 人家叫你簽這裡簽這裡簽這裡 喔對保啊就簽簽簽 還有那時候蕭傻 年輕不懂 有車就好了 快簽一簽就有車開了有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他講的時候不會跟你講18% 他會跟你講9% 他會跟你講9%啊 你在簽的時候齁利率是空白 這是以前二手車的車代 慣用的手法 你在對保的時候 他利率那一欄不填 你說欸 這個利率 這一欄怎麼空白還沒有寫 喔你就先簽名沒關係 因為齁 我要回去幫你送件之後 才知道公司 願意審 多少的利息給你 所以這個暫時是空白 可是我告訴你不是這樣 你跟我講幾%就是幾% 要寫上去 所以齁 這又是一個手法就是 那一欄位通常都會是空白的 啊 我們齁 我常常在講 我們就是以前 年輕的時候 資訊不發達 跌跌撞撞 齁 出去外面 每個人都在賺我們的錢 媽的修車 對不對 也被削 改裝車也被削 以前跟白癡一樣 到他媽 那個 汽車百貨 有沒有 喔他就洗了 喔你看這 拍音了欸 拍啊膩了 喔 你看這音質有沒有 汽車百貨那個喇叭放出來 喔看那是誰 在敲打我窗 喔 喔 中音程 低音進 高音田 哇 用這台機子就對了啦 22800 現在特價 還掛四個他媽的 Sony的喇叭 八吋的啦 齁 三層八吋的啦 以前 K8後面是長條型的 有沒有 啊沒有錢 刷下去了啦 有沒有 刷了啦 刷了就改了 欸 你刷下去22800又換了喇叭 你沒有一個重低音 怎麼可以 後面也還有一個媽 12吋的喬給音嗎 對不對 主動式超低音 哇 砰砰砰砰 有沒有 蘇美蘇美蘇美 有沒有 不是蘇美啊 不是蘇美 蘇美在哪裡啊 有沒有 反正喔 幹就是一直被削啊 買車被削啊 貸款也被削 修車改車都被削啊 媽跌跌撞撞到現在 視訊擷取裝置 來喔我先處理一下抽獎好不好 抽獎抽獎 閃電霹靂車 以前市區車才是坑好不好 媽的每個人出門有沒有 都拿一個工具箱有沒有 今天抽的是這個 卡西提 好不好 卡西提叫 卡西提 是不是 真的叫卡西提 對 有沒有這個 雙間的室內燈泡 欸你說 泰山你說這樣子 兩個是 一個人喔 幹為什麼要送那麼多喔 應該把它拆成十個啊 為什麼要兩個 一個是牌照一個室內這樣喔 沒有啊 看他們要裝哪裡就對了 欸這外面賣多少錢你知道嗎 他們賣多少錢 訂價你知道嗎 好不好 這個是可調整的 可以伸縮的 完成 耶 抽那個室內燈啊 好五個 抽喔 幫我抽出 五個人 抽 露西 劉 李姓榮 欸為什麼只有四個 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抽四個 等一下 我抽一個 把他人眼殘 喔 洪正 書兔 好不好 細耶 再抽一個 補的 郭恩恩 欸 泰山 五組怎麼夠 阿 阿 我這樣 你密完回來有沒有 你要說 欸廠商說不行阿 五組緊繃了啦 會不會 你會不會演阿 會阿 阿密完了沒 阿廠商怎麼說 不行阿 五組 不行 五組也不給 我來講 你跟他講 我們自己買 抽給粉絲 我自己買 我再買五組送粉絲 可是 有沒有 節目效果就這樣做的 會不會 泰山學會了沒 對 再抽五組喔 通通抽給你了 欸 我怕 會不會有重複阿 你們剛剛 沒有記起來 名字耶 重複我是認不出來 欸 重複我認不出來 欸 我不管了啦 重複我認到的事情 黃凱文 黃毓民 拼千令 陳冠華 黃成 應該是沒念過啦 恭喜阿 剛剛有人講說 叫我分享一下 中古車的 心路歷程 我可以跟大家 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 我說以前 我剛出道 來這一行的時候 士林 陳德路 我也在那邊上班過 新莊 那時候最有名 二省道 以前叫什麼 那叫中山路是不是 那整條都是在賣家具 賣二手車的 還有一些工廠 我那邊都待過 好的不好的 我們訊息接收很多 所以我才會知道很多 傳統的一些 車行的一些 美美角角 但我那時候發生一個很尷尬的事情 其實喔 我在這個行業 一直賺不到錢 我在二手車這個行業 一直賺不到錢 我以前在人家那邊當業務 在人家那邊上班 那我是業務嘛 就跟我們現在什麼 柯P阿翰他們都一樣 比如說 我賣一個車給客戶 三天後 客戶打給我說 小四 阿你沒有這台車 現在怎麼電瓶沒電了 怎麼沒電阿 阿 歐歐歐歐歐 阿不然喔 你在哪裡 對不對 哪有電瓶 他在天涯海角 我們電瓶拿著就去跟他換 阿花好這個錢 我也不好意思跟客人收阿 我們也不好意思 因為才交他幾天而已 對不對 然後回去 要跟公司請款 公司說 幹阿車都交出去了 貨物出門 蓋不退換 對不對 電瓶是耗材阿 然後我就怎樣 自己出 我賣一台車賺沒幾千塊 我來自己 墊一個電瓶的錢 以前電瓶還比較貴 齁 或者是賣出去 一個月 兩個月 行車電腦壞了 哇 去修去換 花一萬多塊 怎麼辦 公司不會出阿 阿客人 我就說我愛面子嘛 對不對 我們好像人家 是抱著這種 交朋友心態 相信我們 信任我們 跟我們買了這台車 阿一個月 行車電腦壞掉 阿修了一萬多 嘖 我們也不好意思給他拿了 怎麼 自己電 我他媽的 我跟家常行戶店一樣 永遠都在電 阿公司也不理你阿 那都買出你阿 那都耗材 你是 你是要說嗎 所以我其實在這個行業 一直 坦白說 一直都 賺不到錢 然後 公司在開會的時候 我最討厭 我現在在這邊 我們公司 幾乎沒有在開會的 你可以去問柯P 泰山他們 我幾乎沒有在開會的 以前公司開會 哇 這個月 來 我們這個月業績最高的 哇你看 寫到那媽的 黑板都寫不上去了 讚讚 他一直疊 寫那麼高 泰山來 大家掌聲鼓勵 喔 要把小事幹阿 你賣這個兩台三台一個月 你在搞什麼鬼 浩斯懶座 阿 你是好賣嗎 都跟我們泰山學學 好不好 然後泰山就是怎樣 賺整套 一台車阿媽 講到阿媽 白天會賺地 客人來買的時候 什麼都 沒問題阿 阿 你這個車 因為我們會在旁邊聽 對不對 阿 這個車 回去 回修會不會很貴阿 不會阿 這車怎麼會貴 你媽這歐寶的車 外面一大堆 好 問題很多 可是他不會講問題很多嘛 他會說阿不會啦 我跟妳講阿 這歐... 這歐... 德國車咧 歐寶咧 反正講話就是 極盡 碰空之能事來賣 齁 然後他媽的 連哄帶騙 帶拐有沒有 人家就成交了 齁 然後以前 賣車 沒有什麼叫定價的 公司給妳個底價 齁 比如說公司底價20萬 媽妳要賣40萬都可以 公司給妳個表有沒有 還有底價嘛 底價20萬 妳要賣40萬都可以 幹妳知道以前那怎麼抽嗎 公司底價20萬 妳賣40萬 好多20妳可以抽一半 妳賣一台車就 多10萬 就賺10萬 我那時候我會懷疑我自己嘛 我會想說 我是不是 我不喜歡這些東西 或是 我不會這些東西 那是不是 不適合 在這個行業 其實我有 很多次喔 很猶豫過 都很想要放棄這個東西 我對車是真的很有興趣 小時候 我爸買一台遙控車給我 B&W我印象很深 850跑車遙控車給我 我爸齁 就買過那一次遙控車給我 然後一直到現在 他還在吹噓這件事情 喔以前我買一台遙控車給妳 阿現在不是稍微都一樣 喔要花幾千塊 我小時候的事情 阿你買一台遙控車給我 講一輩子 我怎麼受不了 呵呵呵 阿那時候我就會齁 開始就是 把車子都分解 阿通常都裝不回去比較多 反正就是小時候 我就從小 對車就是很有興趣 從國中開始 就開始會 買每一期的汽車雜誌 齁 那時候7分剛開始 每一期都有 他媽一手車訊 齁 那邊汽車 什麼賤賞 沒的沒的 那時候就開始 每個月都買 阿我跟我同學喔 還會約好 因為有四五種嘛 那你買兩種 我買兩種 阿大家交換看 阿我們 所以我進了這一行 然後 我又看 大家都賣那麼好 然後很多學長有沒有 哇好快喔 賺好多錢 就自己出去開車行了 賺個阿媽一兩年 就可以開車行了 真的 我們沒有幹你們的 那真的好談欸 那可能經濟在起飛的時候 我沒有搭到那個車 我們的人他媽的 等到 經濟在下降的時候 我們再出現 齁 所以 那時候我就會想說 我是不是不適合 不適合這一行 就覺得說 我們不會那種 不喜歡 不是不會 不喜歡 不喜歡用那種 連哄帶騙帶拐 齁 帶畫素的方式 然後去成交每一筆 然後 成交以後就 就跟客人就是 完全就是 沒問題阿 最近齁 這一陣子 我們不是 小吃不是真的很多新人嗎 這一批來了 幾個阿 三四個有吧 四個 四五個 好啦反正來了很多個啦 那像其中 裡面也有可能是 有在其他的 車行齁 服務過的 因為要教他們嘛 齁 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客戶 車子回去 那 打電話回來 反應說 車子有什麼問題 我跟你講齁 我在教 教那個人員 我們的第一個反應 絕對不能推脫 因為我知道他在別的車行上過班 我說 你絕對不能推脫 而不是一直在追著客人問 試圖 去找到一個突破口 說 你這一次車子的故障 不是因為我們的關係 然後他第一個反應跟我講說 你怎麼知道 以前我們公司都這樣交 如果你們 線上的四百多位觀眾朋友 你有在外面的車行 二手車行買過車 有問題打電話回去 我告訴你 十之八九 先推脫 先找理由 先找辦法 先找突破口去 看能不能把這個問題 推脫到客人身上 第二個 新進人員 我讓他跟著這個 我們裡面的 老 柯P阿阿漢阿 齁 跟著他 看他們跟客人 怎麼介紹他代看 我說 他說 我們店 你有沒有發現 你跟了兩三天 我們的每一個服務人員 是不是都不會去推東西 我們不會跟客人推東西 他說對 為什麼 他說他有發現 我說我們 不去介入客人的 參考裡面 我們要給 他們 我們只需要 適時的給他建議就好 你不要去推 欸這很棒 你今天如果不買喔 我跟你說 我後面有一組客人 下午三點要來 我有個同事 下午有約一個客人 也要看 跟你同一台 你喜歡喔 先訂 大訂小訂 看你要怎麼訂 先訂再說 不然 一直推一直推 狂推猛送 有沒有 沒有 我們這邊不幹這種事情 所以我說 線上的四百多位 朋友 你們如果有來我的店裡看車 我有服務人員 推你東西 你告訴我 他一直推一直推 媽的 硬推你買那台車 你告訴我 我唯一會推我只有 我推泰山 媽的 每台車我都叫泰山買 呵呵呵呵 他都不買 我們沒有在推東西的啦 我跟你講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的想法就是 小吃汽車就跟 比如說 燦坤 家樂福 的電器部門 你 來這邊 你要選 你要選 比如說你要選 液晶電視 那你問我說 BenQ的好 還是三星的好 服務人員就會跟你講 喔 這一台的解析度怎麼樣 他是幾K的 他的功能有什麼 那 三星的又有哪些功能 他們的亮度對比怎麼樣 你們自己看 所以他標價上面就有嘛 好 那我告訴你兩台之間的差異性 但是我不去給你意見說 你買這一台好 或是買那一台好 你懂我意思嗎 好 除非客人問我們嘛 那 很多朋友 像你們 線上提出問題 你問我說 小四 小四 這台A車跟B車 你覺得哪一台好 我覺得我不能幫你做決定啊 我只會告訴你 如果是我的話 我選A 那是我啊 不是你啊 你可以跟我不一樣啊 對不對 那只能用這種建議的方式 而不繼續推 再來一個 所有服務人員 他們的薪水 跟他賣你車 貴或便宜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不會因為 他賣你比較高價 他就賺比較多薪水 他賣你比較低價 他就薪水就比較低 都是一樣的 他賣一台車 該是三千就是三千 該是五千就是五千 也不能再賣更貴 也不能再賣更便宜 你就是賣這個價 所以 當 服務人員的薪水 跟 賣你的價格 沒有衝突的時候 沒有利益關係的時候 業務就不會 滿口胡 胡說八道 碰轟 吹牛 所以我從開店以來 所有業務的薪水 都是固定 他賣一台車就是幾千 賣一台車就是幾千 這個我也不怕 線上有同行的 聽到你就拿去 我從以前到現在 這六七年來 我們的業務 賣你的價格 永遠都跟他的薪水 沒有關係 這樣他才會說老實話 不像以前我講的 公司給你二十萬的底價 你可以賣四十萬 你可以賣五十萬 媽的 那真的 智商比較低的遇到你 真的比較倒霉 啊比較會殺價 遇到你就比較幸運 對不對 四十挑軟的吃 你軟四十媽 馬上就被處理掉 業務會認真賣嗎 業務也可以不要認真賣啊 因為他就 欸 你想想看啊 一台三千五千 一個月累積個十台二十台 那就多少錢 對不對 你也是要有賣就有錢 而且 我們公司已經 幫你聚集了這麼多的 信任我們的消費者 來這邊看 你根本就不需要出去 找消費者進來 那你有一個穩定的量 你只要好好做 做好你的服務 不管授錢授後 對不對 不會拔屌無情 不會今天三面拍謝 對不對 明天變三面拍謝 你只要好好做 其實 養家糊口 不難啊 好不好 這跟大家分享啦 就是我一個 一個公司的一個 理念 你看像中島最棒了 中島齁 真的就是讓我有感覺說 欸 讓我有感覺說齁 我不只是賣了一台車出去 我 我還交了一個 朋友 而且我跟你講 剎那之間 他 跟我的交流 已經讓我覺得說 有沒有賺他錢 賺了多少錢 都無所謂了 真的交到一個蠻好朋友 當然一路以來齁 用這樣的方式 也交到很多 好朋友 那認真中午車 我之前直播有講過齁 招牌大 那不太會有可能欺騙你 那有機會更貴 但是 也因為他招牌大 所以更貴是合理的 但是呢 保固的項目要注意就是 保固也不一定 有這麼到位 好不好 檸檬哥評價如何 檸檬哥 我賣過沒幾台 我要賣一兩台而已 目前還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那蘇巴路 我其實覺得 他的修理真的很貴 我坦白說 我自己遇到我覺得 蘇巴路的零件 不便宜 我覺得蘇巴路的車 坐起來 我看了覺得滿喜歡的 然後開起來也不錯 真的是有那個紮實感 可是 那個CP值 維修的那個 我覺得那個落差 不會讓我想買 我想實在的 它很紮實 開起來很有安全感 行也很霸氣 可是我就覺得說 比照起 那個它修理的那個 零件的費用 比起來 感覺沒那麼 就沒有那麼 划算的感覺 印象中其實 我跟你講 其實沒有賣不掉的車 這個觀念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有賣不掉的價錢 其實沒有賣不掉的車 車只要賣 你想賣 你願意賣 一定賣得掉 好不好 是你的心放不下 你不願意賣太便宜 扣特問題多 還好啦 扣特還好 扣特 扣特問題多於正常的 因為目前 比較老字號的小車 扣普拉斯算最便宜的 你不要懷疑 扣普拉斯很便宜 你去新車跟他喊折價 可以喊不少 扣特是真的很便宜 好啦 大家晚安啦 下禮拜見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